非常謝謝郭校長的誇讚 實在是愧不敢當 也謝謝鄭教授的介紹 今天非常榮幸能夠到此做一個報告 我覺得很高興 我在過去將近二十年 我的研究的項目是孔子廟 做這個研究當然是有一點吃力不討好 這幾個有幾個因素 一個是一個價值觀的問題 因為從五四運動以來 反恐變成一個主流的思潮 所以做這個研究一般並不會受到鼓勵 所以我在研究的過程 噴到我的前輩的學者 包括在文史哲 一般都勸我不要去掉進泥沼進去 因為這個是一個封建的遺志 是一個落後的東西 另一方面是材料的問題 一般以前在研究關於孔廟的問題 有很多前輩他找不到材料 他不知道材料在哪裡 但事實上孔廟材料無所不有 大家也許在聽完我報告以後就發現 我們到處都可以看到關於孔廟的材料 那今天我要講的就是把一些我所討論的一些做基礎 對我做儒教的研究 做一個比較理論上跟概念上一個反省跟檢討 那這裡面當然會談到一些歷史的事實跟真相 那我首先給大家做一個學術史的一個回顧 這個從清末到現在來講 大概是一百多年 那這裡面當然在人文的知識裡面 有很多重要的議題 那這個重要的議題呢 一直吸引了很多我們的前輩 包括我們這一代很多人注意 那都想去解決這個問題 那這裡面的問題之一 而不是全部的問題 就是這個儒家或者儒教 是不是一個宗教 這是從清末以來 非常多的知識分子 讀書人或者宗教人士 中外都在討論這個問題 包括傳教師 外國的神學家這樣 那這個問題呢 這個以前的討論是這樣進行的 就是說大家都是盯住 中國最重要的經典 儒教最重要的經典 當然就是文語 在孟子 《周易》《易經》《上述》這樣 那一般的作法 就是從經典文本出話 就是說有一些人呢 他就從這個經典裡面 擷取了一部分的文句 來證明說 這個孔子或者魯教 是個宗教 但是呢 反對的人也一樣 因為中國的這個文化 浩瀚無矮 有些人就從另外的文本 經典去找了一些話來反駁 那等一下我都會提到一些這些現象這樣 那這個結果呢 就是讓這個學術的這個論述呢 年年不斷 是一個它的好處 另外一個呢 是懸而未決 大家都沒辦法 這個convince 就是能夠說服對方說 我講的比較有道理 那這個也是我從研究生的時代呢 我當然也注意到這個問題 但是呢 我自己量力一下 我的學程呢 不足以解決這個問題 但是在偶然呢 在差不多1986年呢 我開始做這個孔廟的研究 那這個孔廟事實上是一個非常有趣的一個東西 它是年年兩千多年的一個祭祀制度 那什麼叫孔廟 其實它很簡單 孔廟就是它祖祭的對象就是孔子 他父祭的對象就是產陽孔子 這個所謂的道童有功的魯昇 在這個上面 那進孔廟是非常的難 那我舉一個比較 不少大家就知道 到今天呢 最後一次能夠進孔廟的儒昇 是在民國八年 就西元1919年 那進去就圓圓跟李公兩個師徒 那總共這樣加起來 孔廟是很難永遠在上面 它會上上下下 所以這個制度非常的有趣 那現在當然大家都知道這是一個常識 那有一次我到日本東京去 他們就說 我們這個湯島聖堂什麼時候見了 我說你叫打開給我看 我馬上就告訴你 你這個是一致於什麼地方 因為那裡面的神主位 你就可以判斷祂的年代 祂有一個祕密 其實研究孔廟就像大家看過了一個小說 或後來被拍成的電影 就是達文西的密碼 事實上它裡面很多密碼 你解答了這個密碼以後 你對傳統社會的政治跟文化 大概就拿到一個非常好的線索 它怎麼變化 而且可以讓我們真正的就瞭解 中國思想變化的樣態 而不是完全照著我們 時下教科師所講 什麼時候是誰流行 朱希拉、陸向山、王陽明 你馬上會看到一個 真正思想一個動態的發展章 那在這裡面 我覺得 是 是 是